受到寒流的影響呢 這個淡水昨天晚上出現了9.3度 是入冬以來最低溫的記錄了 今天清晨最低溫 還是出現在淡水設施10度 嘉義跟新竹也都大概就是10度左右 這波的寒流預計會影響到明天清晨 中央氣象局持續發布低溫特報 提醒台南一北沿海疑南空曠地區 還有像金門馬祖 還是有機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上半天封時刻 有台北橋上百輛機車停等紅燈 壯觀景象被形容是機車瀑布 但幾成一團也擋不住寒流發威 很冷啊 是 有特別穿多一點 有啊 那該穿了幾件 三件吧 今天有穿比較多 有 只能穿幾件 穿了四件 怎麼穿都還是冷翻了 實際測量沒帶手套的手部溫度 只有10度左右 都快凍僵 寒流報道淡水16號晚間測出9.3度 是入冬以來平地最低溫 17號清晨再出現10度 寒風刺骨 不只北部嘉義新竹也出現10度左右低溫 玉山零下2.2度 阿里山 陽明山不到5度 台灣幾乎變成一個大冰櫃 高溫部分除了南部有機會來到20度 但早晚偏涼 南外熱呼呼的傳統油飯 丸子湯賣得這麼好 吃了覺得很溫暖 後來吃的醬比較薄 熱湯給差不多一杯湯 天冷就像是熱騰騰的湯品暖身 氣象局表示這波寒流 要等到18號才會減落 氣溫稍微回升 但是到周日又有新的一波 冷氣團來襲 低溫下探11度 還是得注意保暖 可別著涼了 藉著王宗翰高家府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